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综合固线 有线电视 卫星电视 公共网络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还有呢 火灾自动暴击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和机房工程 就这么几个 基本上小十个 然后他让你来分辨我们背景中哪些是属于智能化的范畴 好 我们说了内容这么多 但实际上啊 很多我们是不讲的 你比如说有线电视 卫星 公共网络这些 几乎他就没考过 我们也 书上也没有怎么展开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筑设备监控 你几乎可以等同于智能化这一节 最爱考的就是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你看篇幅就能看出来 你看我们书上194到197页 它展开的监控一个人占了两页 而其他的各占一段话 一行两行 对不对 其次次于建筑设备监控的就是安全技术防范 所以这两个是最爱考的 再次排第三的就是火灾自动报警 当然火灾自动报警我们消防也要学习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集中在两个内容了 一个是建筑监控和安全技术防范 就考在这两个地方很集中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这个19年已经考过了 已经考过了这个安危题了 本身不难 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 所以123456就不给大家罗列了 就什么叫公共广播 什么叫有线电视这些内容 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写7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它的这个概念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主要包括 一 出入口的控制系统 二 入侵报警系统 三 视频监控系统 四 电子巡查系统 五 停车场 停车库的管理系统 以及六 防暴安全检查系统 为代表的特殊子系统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多选来掌握 多选 然后17年是考过选择题的 17年考过这个点的选择题 这个也是跟我们生活比较接近的 你比如说你进你们小区 或者是办公楼 它有门禁 刷卡或者是刷指纹 现在还有用这个瞳孔来验证 都有 提醒大家的一个就是停车场 停车库的管理系统 它也被归为了安全技术防范的 你不要把它归到其他里边去了 因为停车场 停车库里边 有这个偷车贼 对不对 他也要注意这个监控的一些问题 好 就是这部分的内容 然后 我们再来看大写的八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它的组成 我们说了篇幅比较多 相对来说考的就比较多 它总共的考过三次选择题 三次选择题 也就是前面那几个从来没有考过 而安全技术防范考过一次选择题 建筑设备监控考过三次 其中有两次都考在它的组成 就是建筑设备自动监控系统的组成 我们来理解一下 由一 中央工作站计算机 二 外围设备 三 现场控制器 四 输入输出设备 五 相应的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组成 这个也是比较抽象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示意图里边 比较好看懂 比较好看懂 我们先看右边这个图 我们先看右边这个图 就是它监控我们的建筑设备 它怎么实现的 我们可以监控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监控电梯里边的摄像头 比如说监控整个建筑物的温度 比如说监控我们风管的压力等等 这监控的很多 我们以温度为例 就是空调 整个中央空调它的温度为例 好 我们看一下 中央工作计算机 就是我们简称的CPU 对不对 CPU它来实现所有的这些操作 然后建筑设备 我们看一下背空的变量 假如是温度 这个温度我们设定在28度 现在冬天天气比较冷 所以你要升温 然后这有传感器 那你就有温度的传感器 有这种空气的温度传感器 也有这种液体的温度传感器 我们在哪学过这种传感器 就是自动化仪表学过 这个温度型的 这种仪表怎么安装 全部件怎么安装 好 现在传感器 假如说我们室外的温度是 10摄氏度 10摄氏度 它把这个信号反馈给这个控制器 控制器我们上节和通风空调 给大家提过 对不对 它就是用来控制各种各样的 阀门开关的 所以控制器就把信号给到执行器 执行器就是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阀 各种各样的开关 就是用来做动作的 待会我们还会看详细的 用来做动作的 这种执行器 好 那你就应该升温了 或者降温了 通过空气或者水或者制冷戒 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然后把我这个建筑设备 或者建筑物的温度升到28度 完成这样的一套循环 这就是它的原理 然后看左边这个 左边这个食物桌 中间就是控制器 右边这两个都是温度的传感器 上面这个是插到水里边的 温度传感器 下面这个就直接用在室外的 空气的温度传感器 左边这个就是执行器 阀门 待会我们会看到 这个电动调节阀 好 给大家看了这个原理 然后你再回头来读它的组成 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有一个CPU 对不对 CPU有外围的一些设备 实现这些动作 然后控制器 扫入输出设备 然后系统软件 应用软件 你才能实现这个 需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一个流程 是什么样的呢 输入 输入给信号 给到控制器 然后控制器 给信号 给到输出设备 好 这就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流程 因为待会我们就要学这些东西了 要不然 大家感觉有点乱 内容太多了 输入 也就是我们讲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压力的 温度的 流量的 物位的等等 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然后控制器 就我们说的controller 对吧 然后输出就是各种各样的法体 各种各样的开关 我就可以写在旁边 开关 然后输入的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传感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学这些东西了 这个内容考过选择题 他就问你有哪些组成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是不是有点抽象 这一节感觉就是比较抽象 有同学说他学过类似的POC 很容易懂 对 你搞哪个专业的 就会觉得相对比较简单 或者搞电的同学 学这部分也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你电必须要知道 电器原理图 否则你没有办法接线了 然后我们来看 一个一个学controller 这个控制器 对吧 像这些也几乎没有怎么考过 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因为他很抽象 给大家解释了概念之后 你会比较好理解点 现场控制器 直接数字控制器 DDC Direct D Digital 就是英文简称C controller 刚才讲到的 我们教材里边大概三分之二是英语 三分之一是拼音 所以一般都会告诉大家 能独立进行检测与控制 控制器的接口有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输入 输出接口都很抽象 然后待会儿他就会讲到 什么AIAO DIDO 你看他这边 DI叫数字量输入接口 然后模拟量输入接口叫AI AI 好 然后数字量输出DO 模拟量输出AO 好 所以我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也是英文首字母 A是analog analog 就是模拟的意思 D Digital数字的 I Input O Output 就是万一呢 万一考到一个选择机 给你AIAO 你也能认识 这句话什么意思 也很抽象 我们一个一个讲啊 刚才讲的输入输出 知道了吧 往里边进信号的传感器 然后控制器给信号 给到执行器 让他做动作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 A和这个D的区别 A和D的区别 数字量的输入接口 DI用来输入各种开关 继电器 及接触器的开B触点 电动拔门 联动触点的开关状态 可以考一个选择题 他就问你 DI是用来输入哪些信号的 简单来说 开关什么意思 非此即彼 就是我们的这个电灯台灯 他要么I要么O 就要么断开 要么是接通 也就是说 他的信号只有两种 要么1要么0 就这么简单 要么打开 要么关闭 他没有中间状态 好 这叫数字量的输入 要么接通 要么关闭 所以适用于各种 这样的开关 好 然后再来看 跨2 它叫模拟量的输入接口 AI用来输入 背控对象 各种连续变化 关键词连续变化和物理量 包括温度 相对湿度 压力 业位 电流 电压等 由在线监测的传感器 及变速器 将其转换为相应的电信号后 送入模拟量输入通道 进行处理 一般为采用 4到20毫安的电流信号 或0到10伏的电压信号 这句话的关键词 就是连续变化 它可以考选择提问 你AI是用来控制什么的 关键词连续变化 什么意思 刚才我们讲的 数字就是 要么1要么0 要么接通 要么断开 而这个呢 它不是非此级别的关系 它是一个连续变化的 你比如说温度 你不能说零度 马上30度 它零度到30度 一定是0.1 0.2 然后12345 这么这么一点一点 伸上去的 对不对 它是一个连续变化的物理量 好 这就是模拟 模拟量的一个概念 另外最后一句话 这个是二键考过 类似的选择题 它就问你 我用的是什么信号 你比如说 像这种温度 湿度 压力 液位等等 好 它输入进来 都要给到控制器 然后控制器 把信号给到输出设备 但是这个控制器 它可读不懂温度 湿度 你如果直接给它温度 湿度的参数的话 是不懂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转换 一律通通都转换为电信号 如果是电流的话 就是4到20毫安 电压就是0到10伏 它有一定的比例的 比如说我0度 对应0伏的电压 这个30度对应10伏的电压 就我们随便举例子 它就是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 这样控制器才能读懂 你看这部分内容非常非常的抽象 反正考核频率非常低 就是十多年考过一次 一次左右的选择题 好 继续我们往下 继续往下 再来看输出 也是DOAO Digital和Analog 输出是用来输出 控制各种电磁阀门 继电器 指示灯 声光 报警器等开关的设备 也就是我们讲的 用来做动作的执行器 就是各种各样的执行 执行器 控制器给它信号 它来执行的 第四 模拟量的输出接口 你看刚才数字量的也是 非开机关 电磁阀门 要么打开 要么关闭 待会我们会看它的结构图 各种灯也是 要么打开 要么关闭 模拟量的是连续的 输出4到20毫安的电流信号 或1到10伏的电压信号 用来控制各种执行层 或脚形层 执行机构的动作 或各种电动机的转速 这不算很抽象 能理解多少 就理解多少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再来看第三 输入设备 刚才我们讲的输入 是干什么的 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对不对 用来感知的 用来感知的 就像我们人体一样 它这个很抽象 我们举个生活中的例子 我看大家能不能够理解 我们人的传感器 皮肤上面就有传感器 你可以感知温度 然后你感觉冷了 大脑就是控制器 它接收到信号了 说冷了 我现在要穿衣服了 然后你 你开始控制你的肌肉 穿衣服 这个就是执行器 是不是很形象 或者是我们舌头上面 也有传感器 你喝 你喝了一个柠檬水 哇 好酸 它感觉到酸了 然后舌头上的传感器 感觉到了 把这个信号给到大脑 大脑控制器 说我要喝水了 然后你拿你的手 肌肉来控制 钻一杯水 它是执行器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理解了 好 所以输入设备是用来感知的 我们来感知一下 有哪些东西 他说 电量传感器和非电量 电量都是一些跟电有关的 电压电流频率 有功功率功率因素的 非电量的 就刚才我们讲的一些物理参数 温度湿度压力 业位流量传感器等等 好 这个也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他各自有哪些 他罗列了一些温度传感器 有风管性和水管性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图 就这个图里边的 上面这个就是水管性 插到水里边的 我们在自动牌语表里面学过 它的感温段很长 然后这个呢 就是风感性的 就是它直接在空气中 就能够直接用的 好 然后 风管性水管性 待会我们就会学 风管性的怎么安装 水管性怎么安装 几乎跟我们自动牌语表重复的 由传感元件和变送器组成 以热电阻或热电偶 作为传感元件 因为他们对温度的变化 非常非常的敏感 有1000欧的涅电阻 1000欧和100欧的薄电阻等类型 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选择题 来掌握 这个多大的电阻 1000欧的涅和1000欧 100欧的薄电阻 第四 压插开关 我们在哪儿学过压插开关 在这个地方 就上节课 通风空调的原理图的时候讲过 压插开关是配合我们过滤网用的 这里下有个压插开关 看一下它的定义 他说压插开关是随着空气压插 引起开关动作的方式 一般压插范围可在20到4000帕 这个数据我们在通风空调学了 对不对 属于低压这个范畴 然后4000已经高压的范畴 例如压插开关可用于监视过滤网阻力状态的监测 压插开关比的就是两边的压力差值 如果它压插小说明这个过滤网很干净 如果压插大了就说明这个过滤网很脏了 它阻力很大了 这个时候 那它就有信号了 比如说你们家里边有这个净化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 隔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灯亮了 报警了 它说请清洁这个过滤网 就说明它压插太大了 过滤网里边有很多的杂质了 粉层呢 这些杂质就提醒你要更换了 这是压插开关的一个作用 通过压力的差值来监视 我们过滤网干不干净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 好 然后 电量的和非电量的各种传感器 我给大家罗列在这里 我们讲那么多 基本上都没考过 就这么多内容 基本上没有怎么考过 但是我们放到这一起会很清楚 电有关的比较好记 非电的温度湿度压力压差 流量等等 其实跟我们自动化仪表内容很相似 然后它的分类 这个呢 也是给大家编了表格 编了口诀 是方便你们记忆的 就万一考到多选 比如说问你 湿度的有哪些 能把它选出来 然后问你压力压差的有哪些 你能把它选出来 压差开关的定义 你能把它选出来 只要流量传感器有哪些 你们能把它选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不做特别多的要求 因为它确实没有考过 近十年都没有考过 这样实际上我们把197页的上半页 给你放到一起了 会很清楚 好 我就不给大家带着一一念了 它这里边也有我们标的这个小口诀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再来看第四 主要输出装置 就刚才讲的什么 执行器 简单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开关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开关 各种各样的这个阀门 它就它就是用来做动作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电动执行器控制或调节的对象为 装于风管或水管的阀门 你看又是控制空气的控制液体 可分为驱动或控制水管阀门的 一电磁阀 二电动调节阀 三驱动风阀的风阀执行器 好 这部分内容呢 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一个是他考过选择题 另外呢 后面是考过案例的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12年 我说12年考的案例 就是考的其中的输出装置 相对来说啊 输出装置比较爱考 就是我们控制器和输入和输出 这三个里边输出相对来说爱考一点 所以我会解释更细一点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电磁阀 你看它名词跟电有关 跟磁力有关 电磁阀 是什么东西 它是开关 我们看一下 由电磁部件 铁心 线圈和阀体组成 利用电磁力带动阀塞 来控制阀门的打开与关闭 电磁阀有直动式和纤导式两种 好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电磁阀呀 在我们液压系统非常非常的常见 它就是用来控制液体的打开与关闭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数字型的 看见没 数字型的 它只有两种信号 要么打开 要么关闭 要么1 要么0 然后左边这个是它的外形图 右边这个是示意图 你比如说中间这个图 它是属于长臂的这种状态 没有给它通电的时候 这个中间阀心是下压的 这个残簧是放松的 这样的话液体过来还是走不动的 堵住了 对不对 堵住了 好 然后当它通电的时候 它这有线 线接的就来自于控制器的信号 接到信号之后 然后电磁力一带动 这个阀心就收回来了 弹簧就收缩了 这个时候液体就能够顺畅的通过了 所以这就是执行器 它是用来做动作的 要么打开 要么关闭 控制器给它信号 比较简单 这是电磁阀 它的原理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第二 电动调节阀 这就是13年考的选择题 电动调节阀 关键词在哪 调节 调节 它也是用电来驱动的 一种开关 这个就属于什么 刚才我们讲的模拟 模拟量 模拟量 它不是非开机关 它有中间地带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来控制的 由电动执行机构和法体所成 将电信号转换为法门的开度 关键词开度 我们上节课通通通通条学过开度这个概念 就是开的角度 对不对 电动执行机构输出方式由 执行程 角形程和多转式类型 分别同直线移动的调节阀 旋转的跌阀和多转的调节阀 等配合工作 这就是13年的一个选择题 他就问你有哪些类型 好 一一对应的 执行程对应直线移动的调节阀 然后 角形程对应旋转的跌阀 多转式对应多转的调节阀 好 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个图啊 左边是实物图 好像有一点点像我们的电磁阀 但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啊 看右边的示意图 它最大的区别在区别在阀心这儿 阀心 我们把这个阀心放大了之后就会发现 它底下是圆弧状的 圆弧状的 而且它的阀杆抬起来的时候 它是可以控制抬起来的这个高度的 就跟我们家里边的水龙头一样的 呃 现在是完全关闭的 如果你要抬你一点点角度 它就水小一点 你再你 就再大一点 完全打开了 水就很大了 你看我们家里边的这个水龙头 就是一个典型的模拟量的 它不是说要么打开要么关闭 呃 它可以调节相应的水流量的大小的 所以它叫调节阀 好 你看原理图就好理解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啊 再来这个都是水阀 我们统称为水阀控制水的 再来看电动风法 上阶课已经学过了 我们在通风空调的时候学过 对不对 我问大家 风法要做的这个压力实验是多大 上前我们还强调过了 调节风门已达到调节风管的风量和风压 技术参数有 这个可以考多选 还没有考过 大家都记住1.5倍的什么 我每次问这个的时候 你们都给我打1.5 1.5倍的工作压力 1.5倍的工作压力要记住 然后顺时针转动为什么 为关闭还是打开 顺时针转动为关闭 这是我们上节课学的内容 这地方又提到了 这个电动风阀 它是我们 风风风调里边也有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 因为它属于执行器 执行器 我们来看它的技术参数 什么叫技术参数啊 也就是它名牌上面会有的 自带的 这个你先记住 待会我还会再问你 它的几个技术参数 一输出例句 注意是输出 输出例句 二驱动速度 三角度调整范围 四驱动信号的类型 我们叫两度速度和角度 再加两个跟距和区有关的 两度一区 两度两区有一点点凹口 但是我们这样可以记住 两个距速度角度 两个区 力矩的距和驱动的区 我们这样把它记住了 这是我们电动的风法 可以考一个多选 好 这是全部都是概念的铺垫 告诉你有哪些东西 接下来我们就讲具体 具体怎么安装了 具体的时空技术要求 同样的 它的指纹部很多 但是它不是都讲了 你发现了吗 它不是都讲了 黑底扎一还是讲监控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 那些什么有线电视公共广播网 确实没学 我们虽然都没有展开 也就学了三个 第一个监控 第二个安全技术防范 第三个线缆 光缆 但是我们又说了 线缆不就是跟我们建设电器重复的吗 所以你就知道了 它真正重要的就是监控 按例题一二年也就出在监控里边 剩下年份的一些选择题 也是以它比较多 好 我们来看建筑设备监控工程的实施 也是很初向 概念很初向 第二建筑设备监控工程的施工生化 关键词施工生化 话一 自动监控系统的生化设计 应就开放结构 协议和接口都应标准化 首先要了解建筑物的一 基本情况 二建筑设备的位置 三控制方式 四技术要求等资料 然后依据监控产品进行生化设计 这个点二件考课选择题 就是根据什么来进行生化设计 基本情况 位置 控制的方式和技术要求 我们有个小小的口诀 叫机制 控速 根据你的需求来记 就可以了 基本情况的机制 位置的制 控控制的控速 要技术的数 这是关于根据什么来进行生化设计 你看这句话也挺抽象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首先得知道什么叫生化设计 什么叫施工生化 然后你才懂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所谓施工图生化 也叫施工图细化 对于某些工程 比如智能化工程 它只有方案和粗略的设计思路 是远远达不到施工的要求的 这个时候需要施工单位 对该方案进行生化 生化图纸精神和后 作为具体的施工图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智能化图片 智能化的图 就很像我们电器的一些原理图 它就告诉你这个线怎么走 从哪近的 很多参数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生化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要埋线 你应该从图件界来图片看一看 比如说你要在电梯安装摄像头 你就应该去找电梯的施工单位 把它的图纸也拿过来看一看 比如说你要在对空调的各种参数 进行监控 应该把空调的承包商的图纸都拿过来 然后参考它的图纸标注在我们的图纸上 你才能干活 换句话说 智能化是跟其他专业沟通协调最多的一个专业了 你必须要跟其他的那些专业来协调 因为有很多可能涉及到互相沟通交流和干涉的一些工作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再回头来读 他这段就理解了 我这个图纸太粗糙了 所以我要了解 首先这个建筑大体的一个情况 根据它的图件的一些图 机电的一些图 然后设备 本身这个设备在什么位置 我要监控的这个空调 我要监控的这个发电机 它的位置 它的控制方式是什么 因为涉及到我要不要更改我的一些接口 跟它能不能直接对接 技术要求等等 然后来进行进一步的深化或者叫细化 这是给大家补通的一个内容 就是很抽象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第三建筑设备监控工程实施界面的划分 你看什么叫界面的划分 又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我们来读一下 他说设备材料的采 改购供应界面的划分 例如空调工程承包商提供空调设备的时候 应同时提供满足监测 和控制要求的各种通信协议和接口软件 监控系统的承包商 要提供设备由温度流量压差 与压力传感器压差开关等 设备及相应的应用软件 一空调的承包商应该干什么 二监控的承包商应该干什么 我经常说一句话什么 你学哪个专业 你就是哪个专业的组组 比如说我们上一节课学空调 你就想我要是做一个空调的活 建立一个空调的项目 我应该干什么 这一节课你学智能化 你就应该想我是智能化 空调就不归我管了 我要跟别人进行交流 所谓界面的划分 通俗来讲 就是派活 分活 这个活是你干还是我干 你得说清楚了 这个东西是你买还是我买 那他这里边就讲得很清楚了 设备材料的采购 由空调的工程承包商 他来进行提供各种通信协议和接口 然后呢 我们来提供的 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开关 零部件 砸门 执行器等等 以及相应的软件 所以就是你要明确 这个东西是你买还是我买 然后是你安装还是我安装 这个叫界面的划分 因为我刚才讲了 智能化跟其他专业交叉的东西太多了 交叉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什么叫通信协议和接口软件呢 也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所谓通信协议是指我们能够沟通的语言 就人能沟通的语言 我们是通过声道 声音来沟通的 机器可不是 机器是通过各种各样的 这些数字信号来沟通的 如果说通信协议一样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沟通了 接口软件一样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直接联通了 联通信号了 如果不一样呢 不一样的 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 我如果说方言呢 或者我说外语 你就听不懂了 对不对 机器也是这样子 我举一个生活中很常见的例子 你买了电脑 你得有软件 你买了手机 你也得有软件 假如说你买的是一个安卓的手机 结果你去下软件 你下了一个苹果的iOS系统的 你肯定安装不了 如果你是苹果的 你也安装不了安卓的软件 你买的电脑是苹果的 你也安装不了微软的软件 这是什么 因为通信协议不互通 不互通 你必须要有相同的通信协议 相同的接口 这个设备与设备之间 软件与软件之间 才能够沟通 所以你们要预先约定好 好 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但是放在我们生活中你就知道了 我软件下错了 我是没有办法进行沟通的 那我只能转换 对不对 或者是你这个播放器 我这个电脑能够播放MP3MP4 但是我不能播放FLV的 你就拿到网上去转换一下 对不对 好 待会我们就会讲到这个转换 怎么转换的问题 好 然后 大型说为接口界面的确定 你看 又是界面的确定 这个是什么 接口界面的确定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与变配电设备 发电机组 冷水机组 热泵机组 锅炉和电梯等 大型建筑设备 实现接口方式的通行 必须预先约定 所遵循的通行协议 就我刚才解释半天 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要监控变配电 我要监控发电机 各种锅炉 电梯等等 我们大家要沟通好 我们说什么语言 是都说普通话 还是都说方言 还是都说英语 也就是说你是用安卓 还是用苹果 那沟通好 否则我们办法 没有办法沟通 那你后面还得转换 增加你的工作量 如果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和大型设备的控制系统 都具有相同的通信协议 和标准接口 那你就可以直接进行通信了 当设备的控制系统 采用非标准通信协议的时候 则需要转换 那这个就可以考选择题了 问你怎么转换 需要由 一 设备的供应商提供数据格式 二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承报商 进行转换 你就要进行翻译了 那有同学问 干嘛还要用非标的 大家都用国标的 标准的就好了 那有可能人家买的国外的产品 欧标的或者美标的 不能沟通 还有可能人家是专利的产品 就是故意要做成非标的 避免有人抄袭 对不对 那你就要转换了 这句话就是问你 谁提供格式 那很简单 谁用非标的 谁提供格式 设备供应商 你用了非标的 你要把你的原始数据给我 然后我们来转换 就是我们监控系统的承报商 来进行转换 要增加一道工序 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也是比较抽象的 对我们要采用这个转换模块 来进行转换 好 然后夸号大二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产品的选择 及检查这个点呢 是一二年的二件考课 所以一二年是一件和二件 都考了建筑智能化的案例 其他年份几乎就没有怎么考 所以我们一件也要注意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多选 或者小的问答来掌握 主要考虑的因素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要买监控系统 你要考虑什么因素 那有同学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要考虑价格 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对吧 你要考虑的 其实也是我们比较常规的一些内容 但是这地方很专业 所以你要会写啊 你要会写他的一些专业的描述 简单来说 总结两个关键词 就是品牌加性能 品牌加性能 好 我们看一下哪些品牌加性能 我写在这 用这个关键词黄色的 品牌加性能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要买这个监控设备 你要买监控的主机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零部件 你要买摄像头 我承包了整个这个办公塔罗的所有的监控 全部是我们承包了 好 那你要买设备了 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海康威视 对不对 那主机呢 主机 有很多品牌 比如说还有IBM IBM是 大家很了解 它是做个人电脑很聪明的 后来被联想收购了 但是它实际上做的很多 就跟三星一样的 你以为它做电子产品 人家还做房地产 还做食品行业 就是设计的各种行业很多 IBM也做监控设备的主机 然后我们这个摄像头 大家熟悉的海康威视 海尔也做呢 海尔除了做这种小家电啊 冰箱啊洗衣机 人家也做 就是很多品牌都做 那你就是你要买东西 你选哪个 你选哪个 第一个品牌是最常规的 对不对 第二个 水平怎么样 质量怎么样 好 但是我们这种答题啊 太口语了 看一下它的具体的描述 所以同学一下子就给 给我打出好多品牌的啊 对华为 对华为也做 菲利普也做 好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啊 产品的品牌和产地 品牌 什么品牌 刚才我们举例子 IBM 华为啊 其他的一些HTC啊等等 产地 你是国产的 还是国外的 是本省的 还是外省的 应用实践 以及供货渠道 和供货周期 以前你又没有用过 效果怎么样 供货渠道 供货周期 你是从厂家买 还是代理商 还是经销商 经销商 一级经销商 还是二级经销商 供货周期 是现货 还是要等待的期货 等待的周期 能不能跟我们的 施工周期相适应 这都是你要考虑的 总结起来都是品牌 都是品牌 附加的一些内容 好 性能 产品支持的性能规模 以及监控距离 那监控的 那你监控的规模 有多大 能监控多远 对不对 如果我们拍到的这个协议人 但是他很模糊 你没法用 第三 产品的网络性能 以及标准化的程度 网络性能 你像现在很方便 你在家里边 一两百块钱 就可以买一个摄像头 连接WiFi之后 你就可以在手机上查阅了 你就可以实时的 看到家里边的 或者幼儿园 这些都可以看到 标准化程度 就刚才我们讲的 你的接口协议 是不是标准 还是非标准 我要进行转换 都是我要考虑的 这个就是二件考古一个案例题 说实话不好写 冷不丁这么问道 那同学就会答 什么成本 性能 这些 但是他的关键词 还是挺多的 我们总结起来 就是品牌加性能 或者也可以用口诀 这个口诀有点拗口 根据你的 这个需求来记就可以了 整形模具平地起 因为整形模具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对他进行监控 所以要对他进行监控 准标准的准型 性能 网络性能的性 规模的模 距离的距 品 品牌的品 地 产地的地 企业 供货周期的期 这样也可以提醒我们 有哪几个点不容易漏达 好 另外我也建议大家像这个点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通用 通用答案 下次万一考的不是监控系统 他问你一些 我要买空调 我要买一些电器设备 尤其是电器设备 请问我要考虑什么因素 你可以用这里边的一些点 品牌 产地 实践 渠道 周期 性能等等 还不错 就是还算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小点 所以也是建议大家来把它当成一个通用答案来记一记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有同学说 设备的监控和防范监控是两码事 对 但是我们是用这个来给大家解释会好理解一点 还好理解一点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可以监控通用空调的一些温度压力 那个理解起来就更出强了 对不对 没有说我们讲摄像头 它可是的 这么的直观一点 我们只是举了其中的一个例子 然后报告大三 监控设备的安装要求 其实这一部分 空调大三199页 就是我们12年考过案例 我个人认为这部分跟我们自动化仪表很相似 自动化仪表 尤其是自动化仪表里边的这个全部件 有很多千丝万里的联系 你可以结合着来看 好 那前面的这种 我们说了中央监控就CPU控制器输入 基本上考的不多 所以我们讲的也比较少 我们主要讲这个输出 输入也给大家带一带 这个内容跟我们自动化仪表重复的 输入就各种传感器 他讲了风管型和水管型 风管型传感器要安装在风管保温层 完成后进行 与之相对应的是水管型的开孔焊接 必须在管道的压力实验清洗防护保温前进行 这句话我们又没有学过 在自动化仪表里边强调了很多遍 这个图片也是之前我们给过大家的 他就讲了取缘物件的开孔与汉奸 要在压力实验防腐秤离清扫前进行 原因是什么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你不能死记前后 要理解工序 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汗凤 也是要参与这些工作的 也要参与压力实验清洗防护保温的 而不是说你把管道什么都做完了 然后你再开一个孔 结果等于你前面的工作全部都白费了 你刷气也白费了 压力实验也白费了 因为你又开孔 要重新做实验了 而是先开孔 把这个汗凤也确保它的质量是好的 对吧 所以学过的 那风管型为什么是反的呢 风管型为什么是反的呢 风管型反的 是因为我们其实上节课讲过 上节课通风公调里边提到过这个风管 风管跟水管不一样 它的严密程度远远没有水管高 水管 水管是一点都不允许漏的 但是风管是允许漏风的 还记得吗 我们说漏风量的测试是可以的 好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左边这个图 它就讲怎么来转 转了开孔 然后把这个传感器 风管型的给大家进行安装 好 那你思考一个问题 我装了这个传感器 在一个管道 风管的外面 装了传感器 然后你再来包保温面 根本就不好包 你很麻烦 你得对应着我们这个传感器来捡 捡了之后还小心翼翼的包 对不对 不方便 正常应该怎么样 正常应该还光秃秃的风管 我直接包 很好包 包完了之后我就转孔 转孔了之后来安装我这个传感器 有同学说 但是你包完了保温面 你再去转孔 不是已经破坏它了吗 没问题 你可以打胶 水管就不行 水管不能打胶 风管你可以打胶 打完胶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说了允许 理解了吗 理解回复一 所以你不能死记一个前一个后 风管你先有残感器 補好包了 就保温面就很别扭了 先光秃秃的让它包好了之后 直接转孔了之后 安装 紧箍完了之后 我打胶就行 水管不允许 水管是不允许说 你还可以打胶把它補好了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所以这部分内容 你应该结合我们前面的 这个自动化仪表来看 然后传感器 至现场控制器之间的连接 要符合社交手 这句话 12年已经考过安装了 就是12年的意见考了 12年我经常说 它是一个零届年 零届年 在12年以前 几乎是不考技术的案例 从12年以后逐年加大 一年比一年多 12年 所以当时来说 有好同学也不会写的 因为没有想过 第一章会考案例 他说 例如镍温度传感器的接线电阻 小于三欧 薄温度传感器的接线电阻 应小于一欧 刚才我们讲过了 这个传感器用的材料 就是镍和薄 这个很简单 我们用一个小小技巧 反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拼音 笔画 字数 这个点 你就用笔画了 这个镍的右边是这样子的 一个字 对不对 薄的右边是一个白 你就这么记 字 我写完这个盖子之后 写完这个盖子之后 画三横 一二三 然后白呢 我写完这个外康就中间画一横 就是对一个三 一个一 用笔画来写就可以了 不用 或者你说镍的笔画要多 所以它对应三 脖的比较少 它对应一 好 下次遇到选择 你能选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对有同学说 结合我们讲的接级电阻 接级电阻大部分都是四欧 你就可以写在旁边 同时把这三个数据都给记了 然后第五 电磁流量 既已经安装在流量调节阀的上游 流量计上游应有十倍的管径长度的直管段 下游有四到五倍的管径长度的直管段 这句话是不是我们自动化仪表有 只是自动化仪表没有这么说 自动化仪表 它怎么说的 它说我们流量传感器的直管段 直管段的最小长度应符合要求 也就是一八年二件的案例 一八年二件就这么问你的 它说请问流量计的直管段有何要求 直管段的最小长度符合要求 无凹坑无凸起 不能有其他的一些检测的仪表 然后这个地方就强调了一下具体的参数 所以这个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选择题或者问答题 或者是带图题来掌握 你现在一看到数据 第一个反应它可以考 实图题改图题或者画图题 我们给过大家了 你看流量计 前面要有十倍的直径的直管段 后面要有四到五倍 下面放大之后看一下也是可以 前面要有十倍 下面有四到五倍 为什么 你不能说我刚好在这安了一个 侃侃器 完了我要检测这个管段 然后马上就拐弯了 好我们说了 一旦有拐弯的地方就有涡流扰动 它的流量会变化 有漩涡 然后这个时候你测的流量肯定是不准确的 或者是你说我在旁边 我安装一个压力表 我安装一个其他的仪表 也不行 它有一定干扰 一定要让它是干干净净的直管 所以很好理解这个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两个图就可以了 对前十后五 但是你记准确一点 四到五倍 就是避免这个涡流扰动 这是18年考的案例 但18年这个二件是没有考数据的 你只需要写直管段的最小长度 符合设计要求就可以了 然后第四 主要输出设备的安装要求 这个是我们也挺有意思的 第一句话 第一段话是 一二年的一件的案例 和一三年的二件的案例 换句话说 二件又是超一件的 我们看到那么多指点 几乎每年都有 对不对 几乎每年或者隔年都会有一件超二件 二件超一件 所以老有同学说 你明明讲一件 干嘛给我说二件 你明明讲二件 干嘛给我说一件 因为他们就是会互相抄题 我们前几节课才发现了 18年19年 也有好多互相借鉴的题目 可能对他们出题来说 比较容易 他没有想到 你们会重复的去考两个 直接就拿来用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电视法电动调取法 我们刚刚看过了 他们统称为什么 水阀 水阀 那就水的开关 水阀 水阀要做的一些检查 应按说明书规定检查 一 线圈与法理间的电阻 二 模拟动作实验 三 试压实验 四 阀门外壳上的箭头指向 与水流方向一致 所以四个点 我们都要把它拆分成 这样就适合考案例 小四点小五点之类的 电阻模拟动作 试压水流方向 因为你这个方向反了 它就没办法 没办法工作了 没办法来调节 这个水流量大小 风法没有考过 所以你也要把它记下来 风法要检查的是 一 线圈发力间的电阻 二 供电电压 三 注意 输入信号 四 模拟动作 输入信号 我们讲过了 控制器给它的 信号 对不对 然后才是我们的执行器 所以它是输入信号 注意不是输出信号 不是输出 他们这两个呢 水阀和风法有两个同复的 一个是电阻模 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是模拟动作 剩下两个单独来记 就可以了 好 我马上问大家一个问题 特别容易错的 特别容易错 我每次一问 一问一个准 我现在问大家 风法的技术参数 也是四个 而且我们做过类似的模拟题 我发现 我们二姐已经讲到母题班了 我跟大家讲过 有一种叫走出片场的题 是最难的 就是它的描述没错 但是它走出片场了 人家问你 安装前要做的检查 这四个 很多同学会答到技术参数 人家问你技术参数 他会答安装前做的检查 那个也是四个 我们来讲一下 它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 两度两句是不是 两度 两度句号 好 还有文学技术 因为我们讲了一个小方法 我们罗列在这了 对比 技术参数是两度 两度句号 两个度 速度角度 句 例句 型号 然后方法呢 是电阻 电压 输入信号 模拟动作 如果是考案例 和选择 这都是非常容易错的 选择题 你一定要分清楚 案例就无所谓了 案例你要把这八个鞋上都没关系 他不会到铺里边 然后我们说他们有什么区别 你们仔细读一读 是不一样的 电动风法的技术参数 所谓技术参数是 名牌上有的 名牌上有 你直接看就行了 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检查 他会告诉你 而安装前要做的检查 这是我要单独做测试的 我要单独做的实验 不完全是实验吧 我们就举个例子 这个是需要你单独来做的检查 一个是名牌上有直接读出来的 一个是你安装前要专门去做的检查 所以他从概念上来讲是不一样的 你读题的时候 选择还是按理 你都要看清楚 人家问的究竟是技术参数 两部句号 还是安装前要做的检查 像这个水阀已经一进二进都考过安律了 风法还没有考过 然后我们说这两个点又特别容易混淆 因为我之前出过这样的题 我发现十八九的同学都会错 好 大家记住了吗 把这两个给记下来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大写的二 安全防范工程的施工要求 这个就一页多一点 它的考核频率要比我们建筑智能监控要少 这么多年就考过一次选择题 而线缆光缆也是考过一次选择题 剩下有些电视工坊 连说都没说 书上连展开都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内容 安全防范工程的设备安装要求 第二 探测器的安装要求 这部分内容也是建议大家 结合我们的自动化仪表和建筑电器来学 换一个类探测器的安装应根据 一 产品的特性 二 警戒范围要求 三 环境影响等确定设备的安装点 或位置和高度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选择题来掌握 然后我们再来看后面的内容 关于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调试与检测要求 这部分内容202页 说实话非常的烦 就是很烦躁很烦躁 考过一次选择题一次案例 就12年的案例和18年的选择题 一页两页三页四页四页半 性价比一般 就是四页半考过两次 为什么它很烦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看它这里边 它讲我们不同的社会应该抽减多少个 比如说有线电视广播网络 一些这个几排水应该抽减多少个 说实话你去背这个干嘛 我施工的时候 设计文件有要求啊 没要求我就才会规范呢 但是他会考 我告诉他他会考 一件二件都考过 这句话就是二件17年考了的选择题 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我把各个页码的总结到一起了 203页 然后204 205 206 我把它放到一起了 你稍微的记一记就可以了 好 不要无聊的一种题目 一类题目 它有可能会考 我们看一下摄像机探测器 出入口十读设备 电子巡查信息 十读系统设备 抽减数量是不低于20% 不少于三台 少于三台要全部抽减 好 记住这个数据 20% 30% 摄像机探测器 出入口十读设备 以及电子巡查信息 十读系统设备等等 再来 关于括号大五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调试检测的要求 这个点呢 其实是12年考过案例了 12年考的就是这个案例 我们现在可以多选来掌握 多选来掌握 通风空调 要调试的内容 跟我们上一课学的重复的 要调试什么呢 风阀水阀 加湿阀 过滤网 风机 不就是我们给大家看的 那个原理图吗 原理图里边有的各种仪器 各种传感器 各种执行器 有的都要做相应的调试检测 所以12年这个题目本身不难 他就问你哪些要做 后面这个我建议大家稍微记一记 可以考选择题 比如说风阀 调试的是什么 是 空调系统的新风量 以及送风风量的大小 新风量和送风风量的大小 水阀测的是什么 控制送风温度 回风温度达到设定值 水阀测的是送回风的温度 刚才是风量 加湿阀 调试的是什么呢 是控制送风相对湿度 以及回风相对湿度的设定值 这个比较简单 加湿阀 那就是湿度嘛 四 玻璃网 玻璃网我们刚才讲了 跟它相关的就是压叉开关 它的报警信号来判断 是不是需要清洗或更换玻璃网 五 监控风机故障 报警及相应的安全 连锁控制 电气连锁 及防动连锁控制 这是一二年的一个案例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觉得有点简单 因为我们学了通工工调了 再来学这个 他就问你哪些要做相应的调试检测 那个时候有点难 那个时候因为一二年是 第一年大面积的考 这个技术上面的案例 好 这是关于要调试检测的内容 再来 各种数据了 公共照明控制要调试多少呢 按照明回路的10%来抽减不少于10度 少于10度全部检测 几排水 几水和中水全部检测 也就是百分之百 你写在旁边 几水和中水我们讲过是什么 是承压管道 承压管道必须全部检测 百分之百做相应的调试和检测 而排水抽减百分之五十不少于五套 少于五套全部检测 第九中央管理工作站 中央管理工作站 就我们做的CPU是全部检测 而分站操作分站是抽减百分之二十不少于五个 少于五个全部检测 所以这种内容你一二年都有可能考 单选或者多选 我个人认为是很无聊的一种题 我的直觉啊 只是我个人的直觉 我个人直觉百分之二十出击率比较高 和五套五个的出击率相对比较高 就假如说考到选择题 就随缘吧 这种题 你能背下来最好 背不下来的话 你就记住我说的这个 好像百分之二十和五出击率比较高 其次呢 就是百分之十 就这么几个数 就考选择题啊 其次呢 就是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五十 以及一个三 一个十 就是这个样子 出击率最高的百分之二十和五十 剩下就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十 三和十 你能选就行了 不用太纠结 就是这个点 对 这段话我们讲完了 内容比较抽象 然后性价比我个人觉得一般 就是12年 19年这个题目 我们也看到了12年还挺难的 因为年份九吧 19年那个直接是超背景的题目 剩下年份全都是选择题目